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我们重心啊 转换 起 好 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呢 把胯拔上去 不要左右摆动啊 上下击啊 好 再来 向下拔胯啊 肩膀往下沉 走 注意 全脚掌都落在地面上啊 像两棵树的根一样啊 稳稳地扎在地面上啊 快点啊 大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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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下来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好 我们做一下顿步啊 好 走 一动 1 2 3 4 5 1 2 3 4 再来一次准备啊 好 我们今天说的几个细节问题呢 在这重复一遍 我们这些课就要到这了啊 今天又给大家上了一趟这样紧张的课啊 好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要领是 关肘 沉肩 鼻子尖 掌方向 右手 食指画平原 立掌 宽关节自由自然的左右上下提压 脚下呢有一个顿步 体宽顿步啊 然后呢在这走的过程当中 抛要感觉有重物感 找最长最远的路线 抛到最远的地方 然后呢落下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收胸 晨起 放松 然后呢再向后走 看明白了没有啊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这是两个要点 第三个动作 注意 在推 还是半后拳啊 然后呢向前 注意有一个屈身啊 有一屈身 一 看到了没有 在向前点之前呢 先有屈身 先驱 看到没有 先驱 后点 点的过程当中 注意一下 把我们的臀部和腰部 腰呢向前拉伸 向前拉伸 臀部呢向后提臀 注意这个钩子要提上去啊 提上提上去 好 注意提臀 看到了没有 向前点 向后提 在提的过程当中 头和臀部是两个相对抗的力量 也就是说 头去找我们的臀部 清楚我的意思了没有 头去找臀部啊 向前点 向前 可爱的 爱 用我们的眼睛的余光 右侧 女孩子们注意一下啊 右侧 用我们 右侧的眼睛烧 也就是说我们右侧额头看啊 眼睛用右侧额头看出去 注意不要这么看啊 这个就很傻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很傻 一定要用我们的额头 右侧额头啊 右侧额头看出去 微微的舔腮 用右耳找右肩 看明白了吗 右耳找右肩 舔左腮 用我们的右侧脑门的这个尖 看出去 也就是说现在呢 假如说我们的这个脑袋上 长了两个基角 看到了吗 打个比喻啊 我们脑袋上长了两个基角 那么这个基角看出去的时候呢 要用我们这个额头的基角看出去 它的这个方向 正对的这个方向 要用基角看出去 看明白了吗 嗯 好 所以呢 大家注意一下 屈身点地 向前 你看手是一个松弛的状态 哎 松弛的状态 前点地 用脚后跟点地啊 向后的时候呢 双手反向插腰 反向插腰 看到了吗 反向插腰 虎口向下啊 虎口向下 对了 虎口向下 哎 前点地 好 用我们右侧额头看出去 后点地 是前脚掌点地 在这个点地的过程当中 要做一个什么呢 上身往前趴探出去 做提臀 哎 是非常俏皮的一个动作啊 来准备做一次 前点 后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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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的动作啊 大家可以试着体验一下啊 前点地 后提宽 提臀部 清楚了吗 嗯 前点地 是脚后跟点地 后边点地 是前脚掌点地 啊 前脚掌点地 都是右脚啊 右脚的脚后跟点地 右脚的前脚掌点地 明白了吗 嗯 好 来注意一下啊 双手自然向前 好 躯臂 走 啤 沾 哒 打 烊 折 挳 折 i 可爱一点 头去找我们的臀部 头去找臀部啊 翘起来 对了 好 注意 Manh 李 手很好 现在呢 这种做法就很丑了 看到没 抠胸了 非常难看 力量感动不足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胳膊周 加回去 好来准备 五六七打八 前点地 后踢胯 前点地 看出去 好我们的眼睛 眼睛应该在哪呢 好眼睛 注意它的拐角 它的方向 一定要提上去 看明白了吗 好 萍水相逢 问教的是什么舞 好我们现在先不说手的要求 我们先放在宽的两侧 来找一下 五 五 六 七 蹲下来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啊 控制点儿 四 再来 五 六 七 再来一次 一 二 二 二 三 四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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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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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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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慢慢的起,好,不吸,沉,方关节的勾上去啊,停上去,再来,一,要自然的循环,方关节,放弧线,好,再来一次,大,一,好,往上拧,好,换住心,再来,一,三,四,一, 二,三,四,一,二,方关节勾上去啊,再来,注意脚下重心,来回替换,走,挤压到最大的空间啊,落,好,挤压到最大的空间,一,边上去,好,挂上去,动,方关节,方关节往上拔啊,再来,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打,一,挂到最高,三,四,打,五,六,加快一倍啊,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 慢,好,下落,再来,慢一点,换住住,大,好,慢慢的起,一,落,下沉,再来,好,放松,一,好,往下来,啊, 手,提腕,跨平原,到立掌,加脚下动力,按背,五,六,坐慢的,七,八,一,二,三,四,高,五,六,七,打,八,看到了没有,我们再走一次啊,准备, 好,六,七,打,八,一,二,三,四,打,五,六,七,打,八,打,看明白了吗? 嗯,好,这个动作呢,看上去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一定要关注它的力量感在哪儿啊,大家做动作的时候呢,切记不要虚晃一枪,什么动作呢,都做到了只是一个蜻蜓点水, 力道感和动作的质感就出不来了,所以大家呢,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它最远,最修长的行为路线,然后呢,再把它的抒情性放上来,放出来啊,好,来,我们再做一次啊,好,准备,好,这一次呢,一定要加上我们的髋关节啊,加上我们的髋关节,好吗?来,准备,好,背手,关快来,七, 打,八,一,二,三,四,打,下,打,动,动,动,好,来,所有人注意一下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做的过程当中,这个脚呢,在原地转圈的时候呢,力量一定要收小,看到没有? 力量收小 在这一下的时候呢 再放出去 来 站一下 地方 含 力掌 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 加上我们旁腰的力量 和肩膀的力量 掏出去 在走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 先折回来 折回来 先含胸 含肚子 含胃 一定给他 打 折回来 然后再走 因为呢这句话 也就是说 我们有了一个标点符号 我们的标点符号是什么呢 就是让大家 先把这句话 你好呢 你在哪儿 然后呢 要给它说回来 实际上我们的动作 就像我们的说话一样 明白了吗 像说话一样 把最远的这个声波传回去 然后呢 心里头又默默地念回来 你要让这段话呢 要含回来 不能光出去 不往回收 你看 光出去不往回收 动作就出现问题 动动动动 看到了没有 这个地方就流入不动了 一定是 傻大大 看到了吗 抛出去 然后呢 还是找最远的路线回来 啊 抛出去 找最远的路线回来 明白我意思了吗 嗯 好 咱们抛手的地方啊 看一下 哒哒哒哒哒 我们抛的点位是在二点方向 也就是在我们正前的右斜角的这个右侧斜角方向 然后抛点啊 明白了吗 啊 太辛苦了 让我稍稍休息一下 大家也消化一下好吗 我先 蹲的 蹲的过程是我们 手呢 自然向你回旋的地方啊 好 来准备 放松 好 先把我们的情绪放在前面啊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注意 攀关节上下提啊 好 脖子挂住 好 后腰拎住了 对 好 后背 自愿找得下啊 很简单的动作 松弃一点 好 好 大家可以适当的移动一下位置啊 看 注意一下我们髋关节的运动啊 髋关节还是一个上下提啊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好 女孩子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是要体现女性非常秀美的地方 所有人在做动作的时候不要太敢啊 太野蛮啊 一定是柔美的 连面不断的像吃年牙糖一样啊 拉得长长的 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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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可以适当的稍稍往后放一点啊 好 美美的 宽 五 五 六 六 七 八 髋关节 找一下啊 上下提啊 对了 上下提啊 哎 保持住啊 这个力量感要始终保持好吗 力量感要始终保持啊 好 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手也别闲着啊 一定要分享我们的直播啊 一 二 一 啊 注意不要太使劲啊 柔柔的 哎 没有完全伸回来 柔柔的 一点点 一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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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髋髋节 对了 再松起点 柔柔的美美的 注意我们的脖子啊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啊 所以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 肩膀不要落下来 哎 沉肩拉紧 手柔柔的 不要太使劲啊 不要太用力 好 重心往后靠一点 非常好 脚可以移动一点 一 二 三 四 好 注意一下 好 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 第一 胳膊肘不要炸出去啊 插腰 走关节 向内关回来 沉肩 拉紧 余光 斜下是向左侧的斜后方 也就是我们的肩胛骨的斜后方 看到了没有 好 右手呢 经过一个蹄腕 食指画平原 蹄蹄腕 立在我们的肩前 看到了没有 这个动作 哎 找一下 对了 找一下这个动作 好 看到了吗 对 好 再来一次啊一倍 我们来一起做一次 五 六 七 八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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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明白了吗 这个动作 非常的简单啊 右手关肘吗 看一下啊 右手呢 我们的腋下的空间 放下来一点 但是不能完全贴死啊 你看 这完全贴死 这个很丑 很难看啊 腋下要留有空间 留有空间 然后呢 松弛的拉开 立掌就可以了 切记不要关死 看到没有 这样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呢 整个人呢就 扣扣缩缩的 感觉一点都不大气啊 我们一定要让他放开 放开 让自己的心态呢 和这个动作要相匹配啊 相匹配 好 来 再来一次 准备 五 六 七 八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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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明白了啊 好 来 辅助脚下 踏实 是踏实 还是垫脚 拳脚掌落地啊 天天持余姐 注意一下是 拳脚掌落地 听明白了吗 拳脚掌落地啊 拳脚掌落地啊 好 胯要动吗 当然要动了 你们看到了啊 刚才为什么我们第一开始 就在给大家练习 这个髋关节的运动呢 就是一定要告诉大家 我们在行动路线当中 一定要关注髋关节的动作啊 向上向下的摆跨啊 好 来 我们现在加上髋关节 我们的女孩子们要注意一下啊 把髋关节的力量加大一倍啊 来 再突出一点啊 五 六 七 八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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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髋关节这次呢 需要大家要脆 要脆 脚后跟 重点 全脚掌点地 林志姐 再次再重生一遍啊 全脚掌点地 明白了没有 没有前脚掌啊 看到了吗 我没有用前脚掌 也没有用脚后跟 是全脚掌啊 全脚掌 明白了吗 啊 刚才已经说了不下十遍了 全脚掌着地啊 类似的问题 不要再重新再问了啊 全脚掌着地 摆跨 全脚掌着地啊 好 来 准备了 好 肘关节 内扣 手腕 插在腰上 一腰把背 视线在我们左肩的 后方 注意用鼻子尖来找方向 用鼻子尖找方向 不要用眼睛去找方向 用鼻子尖找方向 自然的垂势 自然垂势 好 提腕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看到了吗 好 鼻子尖来找方向 鼻子是我们的方向 而不是眼睛是我们的方向 鼻子尖是我们的方向 看到了 在转身的过程当中 加上宽关节的摆动 上下摆动 上下摆动 那么在我们的动力手上 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画平原 前页下 要留有空间 不能完全加死 安姐问到了 有跳跃吗 没有跳跃 轻轻的一点 等于说重心的来回移动 就可以了 重心的来回移动 就可以了 是摆跨 不是屈身吗 在屈身当中 完成摆跨动作 理解我的话 在屈身当中 完成摆跨动作 看到了没有 它还是有屈身的 在屈身当中 完成摆跨动作 清楚了吗 嗯 好 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 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一定要留旁腰 手掌心 往远 抛出去 现在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做的过程当中 这个抛的路线 一定找最长 最远的路线 抛出去 感觉你的手上边呢 有一根长长的绳子 这个绳子上边呢 有一块非常沉的石头 那么要把这个石头和绳子 抛出去 要有力量感 所以呢 大家有的时候呢 在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注意这个 就把手放到这儿就没有了 啊 但是呢 你看 我们这个动作 和我 卡 这个动作 马上就有区别了 它的力量感和空间感 显然很大的不同啊 所以呢 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让它 抛到最远 撑到最远的路线 看到了没有 我们的视线旁腰 但是牵到不要缩脖子 一缩脖子就非常丑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手臂 找最远的路线啊 手臂 找最远的路线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还要注意一下 我们 当我们的手 路线 够不到的情况下 要干什么呢 要借助我们的旁腰 看到没有 你的旁腰 和你的手 你看 拉开了 它就是一个最具表现力的一个长弧线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力量空间显然就加大了 力量空间显然就加大了 看到吗 大 看到吗 你输送的力量 整个站在你的旁腰上 旁腰和你的肩壁 整个是一条非常优美的输情线 如果我们是 只是用了手了 你看这条输情线就断掉了 并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感和力量感 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 我们在走的行为路线当中 一定是 抛到最远 抛到最远 走到最远的路线 走到最远的路线 然后走 抛 然后脚底下还是不要变 还是这个髋关节和我们的脚下动作 实际上我们的脚下动力完全没有变 只是加了一个上身的动作 大家清楚了吗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音乐调出来 1 打2 好 来 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大一倍 做大一倍 看一下 打1 打2 打3 打4 打5 打6 打7 打8 如果大家觉得卡可以出去一下再重新进来 再看一次 这个脚下动作 打1 打2 打3 打4 快速落脚 1 打打 我们的脚下如果形成的节奏是 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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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动作就是对的 如果要是分变成了 跟蹬 还延伸 那么错了 或者是蹬 一下就下来了 那么这个节奏也是错的 一定要注意 这个意思 看到了没有 我们脚是来回移动的 来回移动的 好 来 现在呢 哇 好累啊 来 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手啊 右手 刚才我讲过了 左手呢 是关肘 沉肩 拉紧 右手呢 经过一个化平原到立掌 那么现在这个关键要点来了 我们的眼睛应该看哪呢 那是脚尖吗 不对 是全脚掌啊 全脚掌 整个脚掌落啊 整个脚掌落 那么看一下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 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神态 要从我们的哪呢 肩膀 后侧 也就是我们的肩胛骨 这个位置 看下去 当然不能这么看啊 你看 如果这么看也很傻 对不对 很傻 很难看 那我们的看的是怎么看呢 保持垂直 拉紧 沉肩的过程当中 转头 用我们的余光 垂势去看 垂势去看 对不对 垂势去看 注意 垂肩 沉肩 关肘 然后呢 眼睛通过我们的后背 我们的肩胛骨 对啦 然后右脚先行 把重心先移动在右脚上 加上我们的胯的动作 我们的神态的始终保持在这儿啊 始终保持在我们的左肩的后方 看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注意一下 再来一次准备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今天呢我们不给大家串联顺序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肌 好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松左侧腰 提左侧宽 然后呢 剪沉下来 注意我们的重心 现在导换在了左脚上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得注意是两边的重心 一边重心在右侧 一边重心在左侧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 把我们的髋关节往上拔 拔的过程当中呢 要松腰蟹胖 再来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完成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 来准备 做一次 我在说的时候 大家能听得到吗 嗯 好 来 注意这个动作啊 好 准备 松腰蟹胯 好 先做一个基本的颤膝 颤膝 一 二 三 四 松腰蟹胯 哎 好的 松腰蟹胯 髋关节往上 现在看一下啊 现在看一下老师 总老师的这个手 上下提示大家的髋关节 是应该怎么运动的啊 看到了没有 哎 看到了吗 用我们的手插在腰上来 然后呢 找这个上下提呀的感觉啊 找上下提呀的感觉 好 来 大家跟子龙老师一起做啊 好 手放在这儿 手心端起来 哎 感觉自己把自己的盆骨往上端啊 在松腰蟹胯的同时 把盆骨往上端 哎 对了 好 松腰蟹胯 盆骨往上端 对了 松腰蟹胯 盆骨往上端 两边啊 这个盆骨呢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像我们的翘翘板一样啊 翘翘板一样 好 推上去了 推上来了 哎 看到了没有 现在大家看到 看到总老师的这个手 放在宽的两侧 然后呢 找到了这个感觉 上下提呀的感觉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啊 可以找一下 嗯 让我们一起摇摆啊 曾小小同学啊 来注意一下啊 这个过程当中呢 注意 手 现在呢 是正常位置啊 正常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 看一下 紫龙老师的手提 现在呢 你看 宽关节上去的时候 我的手的位置是没有动的 但是呢 这个宽关节上去了 拎上去了 好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看到了没有 宽关节带着我的手就上去了啊 所以大家现在的任务 我先把这个摆胯动作 上下提呀 来做好 好吗 来 大家一起来找啊 一起来找 还有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也注意一下 快速分享咱们的直播啊 还是到我们的学习 子龙学习的个群 然后呢 也让自己的好朋友 快速进入到咱们直播通道里 来啊 好 来准备 好 双手放在我们的胯的旁侧 对 找一下上下提呀的感觉啊 好 松右侧胯啊 松右侧胯 松腰提宽 往上拎 好 肩膀呢 要垂直向下啊 往下沉下去 后腰夹起来 对了 肩膀沉下去 肩膀沉下去 提宽 好 两侧找一找 好 跟子龙老师一起找啊 好 以后就是这样 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到几点钟上课 就是几点钟上课 多一分钟 子龙老师也不再等啊 一样的话题 我们不要重复去说 好吗 好 希望我们各位学员也是 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 一定要准时准点啊 好 宽关节注意上下提呀 注意我们旁腰 松腰斜跨啊 松腰斜跨 肩膀用力往下沉 啊 好 来我们加快一点速度 五六七八 看到了吗 很简单啊 很简单 来再来一次 预备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 我们做一个上下的提呀 啊 这个宽关节做一个上下的提呀 注意呢 这个胯部 宽关节胯部 像一个钩子一样 向上挂起啊 向上挂起 在我们下蹲的过程当中 钩子向上挂 啊 宽关节往上 用我们的肩膀呢 使劲往下沉 两个形成一个对抗的力量 看到了没有 宽关节往上 肩膀用力往下 这个钩子呢 是挂在天花板上的啊 把这个宽关节往上拎 肩膀呢 用力沉下来 看到了吗 啊 来做一下反面 哎 做一下反面 两边找一下啊 两边找一下 有很多的舞名朋友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不太好做的啊 不太好做 因为呢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 松腰 蟹胯 拎上去 腰的这个部分啊 我们旁侧肌 腰的这个部分 中断 一定要让它先放松下来 哎 卸下来 然后呢 让我们的宽关节 挂上去啊 卸腰 松胯 卸腰 宽关节往上挂 肩膀用力往下沉啊 一个上 一个下 它的力量是一个对抗的啊 是一个对抗的啊 好 大家可以找一下啊 可以找一下 宽关节往上挂 肩膀 肩膀用力往下沉 注意不要动肩膀 跟我们的肩膀没有任何关系啊 主要是在宽关节上 松腰卸胯 宽关节往上拉啊 两边掉 这个是沉下来的 这个地方是拔上去的 反面也是一样的 松腰卸胯 胯根往上挂 肩膀用力往下沉啊 两个动态啊 两个动 两个力量 注意 宽是往上的 肩是往下的啊 这两个力量是一个对抗的啊 对抗的 看到了没有 哎 宽关节 自然 松是 上下去运动 上下去运动啊 不要做成左右摆跨 是上下去运动 哎 对了 肩膀用力 还展开一点啊 展开一点 肩膀往下沉 宽关节往上挂 来找一下这个体验啊 找一下这个体验 注意 在这儿呢 一定是松腰啊 不是使劲挤啊 不是使劲挤 大家一定要注意 总老师用到的词啊 不是挤 是往上拔 肩膀是往下沉 两个力量是对抗的力量 对抗的力量 不要用力这么挤啊 这个挤呢 就错了啊 挤就错了 是宽关节往上 肩膀往下 力量啊 一定是处于松腰 腰先松下来啊 松腰 松腰先跨往上拔 松腰先跨往上拔 看到了没有 啊 这个动作呢 脚 脚是自然状态啊 看一下 在落的时候呢 重心有一个导患 看到了吗 重心 微微的倾倒 但是呢 不要完全过去啊 重心跟着 你看 现在呢 这个重心呢 就落在我们的右脚上了 右脚上了 看到没有 这个重心呢 就落在我们的左脚上了 注意脚别上下提啊 没有上下提啊 是在重心半曲膝微曲的过程当中 宽关节向上提 肩膀往下沉